受惠級衝出美麗新態度又來了 今集胡惠聰同大家離開晚宮 不再去巴提亞 不再去布吉 亦都不去清邁 去到東北部一個叫烏龍的散府 在這裏有個好美的佛寺 稱為烏龍的大里石鵝佛寺 不過我偏偏叫他清新寺 究竟有多清新 如何清新法呢 看下去你就知道 由客們來這麽清新的佛寺 如是有JX Code 女士們太性感太暴露 不可以 背心短褲都不可以 接著食物不可以帶進來 裏面不可以點香 貓狗不可以 咦 笑也不給 不是吧 如是意思是 不可以大聲說話 其實在烏龍散府之內 都有很多景點值得去 但如果要自己去都幾麻煩 但幸好永安旅行社 在11月至明年1月 就有個團專門去這個地方 於是大家一次過 可以去了解一些東北的民族 食東北的食品 甚至乎參觀不同的景點 入到這間佛寺裡見不到金壁紛圍的景象 但依然感覺高貴 因為有一尊來自意大利雲石所造的碎佛 這尊碎佛長20米 可能是全泰國最長的意大利雲石碎佛 除了這尊意大利雲石造的肉佛之外 看看天花板 哇 這個設計沒得頂了 令到室內更加光晚之餘 蝙蝠晚上還會走進來進行騷擾 真厲害 除此之外 在這尊佛像下面 還有很多佛經故事的圖像 這些圖像全部都是用銅去製造的 雖然是用銅去製造 但手工相當精巧 你看 靈魂浮得充滿3D感 所以這裏除了當作一個佛教故事欣賞之外 亦都可以當作一個藝術作品欣賞 李金佛子已經建了差不多30年歷史 據稱當年為了慶祝太皇70歲大壽 居民集資而建 在山頭野嶺之上 要建都相當不容易 尤其是要將這麼重的雲石混上來 你看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幾噸幾噸的雲石經過山路 哇 運上來然後慢慢興建 認真不簡單 哇 幾多人在這裡 selfie 這間佛寺和其他佛寺很不同 就是入到來不可以裝香 亦都不可以點蠟燭 兼且會有高增長駐後駕 和沈聖水做法事 亦都不會請佛牌 讓人感覺更加 Upgrade 豪華和清新 尤其是早上或旁晚時份 在佛寺走出來高高在上 見到一望無際的景色 感覺更加清新 所以這裡又稱為清新寺